请问你打电话找我有事吗 有事 就是 就是我要告诉你 我有女朋友了 而且我女朋友她 可爱 天真 善良 活泼 懂事 是 聪明 性感 喂 你知道了吧 听到了吧 看在你刚刚打牌放水 又为了我爱骂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个奖励 奖励 奖励 嗯 但我现在没什么想要了 真的 什么都不要 假如 我是说假如 我有做了什么对不起你地方的事 你会原谅我吗 我现在送你一张免死金牌 我现在送你一张免死金牌 只要你拿着这张牌 无论你做什么错的事情 我都一定会原谅你 好吧 你现在可以坦白了 你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没有 那你有没有骗过我 还是有没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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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在深夜里睡得香甜 我却一人失眠 成熟无尽的梦片 但我却一人失眠 时间不早 这个问题 我们以后再谈你 当我在没有星星的黑夜 打开窗的瞬间 总会想起你的脸 过了明天 我们还能有以后处 你会不会出现 习惯了 省着眼睛 等消息到天亮 对于你 其实都无关同样 凭什么 一段关系 就只有单面滚烫 你记忆就让我自我困绑 怎样才能把我关你的一言翻篇 还是忍不住光面 当你在身边你睡得香甜 我却依然失眠 承受不尽的梦魇 可能我一不小心 放弃抵抗就会沦陷 当我在没有星星的黑夜 打开窗的瞬间 总会想起你的脸 如果我再不会期望你的 你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当你在深夜里睡得香甜 我却依然失眠 承受无边的梦魇 可能我一不小心 放弃抵抗就会沦陷 当我在没有星星的黑夜 打开窗的瞬间 总会想起你的脸 如果我再不会期望你的出现 否则你压到我头发了 我认为你会睡得太多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